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还是要讲底妆的话题 那我要给你们分享的是一个遮瑕膏的用法 或者是说一个用遮瑕膏的小技巧 那今天我们要用做示范的呢 是这个Laura Mercier的这个Secret Camouflage 就是双色,他们家非常有名的这个双色遮瑕膏 这个也是我自己常年会回购的产品 工作中我用到的也很多,自己平常也在用 那这一款遮瑕膏呢 是大家很多人会提问的 就是说它这个遮瑕膏感觉质地非常的干 好像除了这个混油皮和油性皮肤以外 其他人都有点hold不住这个遮瑕膏 那遮瑕膏的产品是这样的 如果是说你希望它的这个遮瑕力非常好的话 那它的质地通常来讲 大部分的这个遮瑕膏产品 它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干 因为这个产品里面的水分和油分可能会比较少 而粉体会比较多 那我们所说的粉体就是这种粉 这种干粉啊,你可以想象是这种产品 它的粉体比较多 所以它的遮瑕力才好 那在底妆产品里面这个规律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那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产品 遮瑕力不错 然后呢它的这个滋润度也OK 但是呢大部分产品都是这个规律 那如果说是比较偏这种liquid 那更就是液体还有稀释 它比较稀释一点的这个产品的话 它的遮瑕力其实就没有非常非常好 可能就是light to medium这样子 所以说大家会遇到的问题呢 就是这一款这个遮瑕膏都觉得很干 那一般的皮肤呢可能用在眼睛下面会卡 用在鼻子旁边可能也会卡粉 或者有一些会浮粉啊 甚至会有轻微的这个脸部局部太干 然后破皮或者痘痘周围的破皮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一个小小的方法 在你需要这种很强效的遮瑕膏的时候 但是呢又能解决这个滋润度的问题 好今天我们要示范的就是 Laura Mercier的这个遮瑕膏的滋润版的方法 那这个里面呢装的就是Laura Mercier 你们其实不需要看这个包装 因为这是我自己抠出来 放在这个refill的盒子里面的啊 然后我自己用的颜色呢 通常是SC3 也就是中间的这两个颜色 一个偏橘一点 一个是偏肤色偏黄一点点的 然后另外你需要的其他的产品和工具 一个是你日常用的底妆呢 这一支是就是我今天脸上的这个底妆 是香提卡的Tint Moisturizer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你平常用的乳液 或者说你可以换成比较滋润一点点的 这个妆前乳就是Primer 那其实我建议乳液 其实会用起来更直接一点 因为妆前乳有的时候它的质地不同啊 妆效不一定会好 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产品呢 我放一点点在手背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底妆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要用这个遮瑕膏的步骤 也就是你先要选一个 你自己用的遮瑕刷 但是我建议呢 比如说我们平常用的遮瑕刷 通常可能都是这种比较扁的 那今天的这个方法 我建议大家用这种比较胖一点点 大一点点的这个遮瑕刷啊 然后呢你们看它的这个侧面呢 正面看它的这个面 稍微接触面都稍微大一点点 也就是说这样子刷子 你其实可以用来更多的这个buffering 就是做一些暈染 然后还有做一些这个抛光 还有混合的动作 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我们就先用这个遮瑕刷呢 沾去手上的这两个产品 你可以混合在一起沾都没关系 把这两个产品混在一起 而且呢要尽量大量的沾 一直像我这样去戳这两个产品 那目的是让你的这个 粉底刷的刷毛呢 尽量让它滋润一些 就是说它这个在毛的这个缝隙里面 已经都沾了这些产品啊 尽量让它有一些湿润度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沾这个 遮瑕产品 就直接用这个已经湿润的遮瑕刷 去沾我们要的产品 那我现在用的是一个比较偏黄的颜色 好因为我现在要遮的是 这个两颊的中央泛红的地方 还有鼻子旁边泛红的地方 好 然后如果说你用了和我一样的 这个方法你就会发觉 这个产品的质地 一下子就立刻的不一样了 它就会变得很润很水 在脸上 而且呢也会变得跟你的底妆贴合很多 非常服贴 那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遮瑕力会减少啊 因为我们在做底妆和遮瑕的时候呢 其实所有的产品都是可以做二次叠加的 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 再很少量的叠加再多一次 那你在化妆的时候呢 其实我建议大家呢 尽量去用 少量多次的方式 也比你一次要用很大量 效果要好很多 那少量多次的话 才是让你的妆容更自然 然后更服贴 也不容易脱妆的一个方法啊 好然后现在呢 我还是在重复这个方式 让我们这个刷滋润一点点 好 沾取同样的颜色 然后我会再做下巴这边的遮瑕 好 两家如果说还有一些 看起来不够完美的地方 好 我们就再次的做一下这个遮瑕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脸呢 就是我自己遇到的比较多的状况啊 就是画的客人啊 或者说工作当中拍摄的模特啊 会遇到的这种浮粉和破皮的问题 多数出现的是 鼻子周围 下巴 还有额头中央 很奇怪 都是在这几个地方 其实反而不是在你的两家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般我们会出油的地方 都是在T区 干燥都是在两家 但是会出现这种 破皮和浮粉的状况 其实反而是在T区的这几个位置 好 用海绵 轻拍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近距离的看这个底妆 我还没有经过定妆啊 然后呢 这个遮瑕已经非常服贴了 它已经可以和底妆融为一体了 其实呢 用我的这个方法 如果说你的这个技巧 用的比较恰当和比较熟练的话 其实用这个遮瑕膏 只要你挑到颜色 跟你的肤色一样 颜色准确 你甚至可以全脸 都用 遮瑕膏 它都会看起来很自然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妆前去沾乳液 那有人就说了啊 为什么不能只沾乳液 当然你可以只沾乳液 但只沾乳液的话 它其实就是会减少你的遮瑕膏的遮瑕力 那我们加了一点点底妆产品呢 它其实是增加了一点颜色 在你的这个混合的这个产品里面啊 还是增加了一点遮瑕力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保留它的颜色 然后 但是稀释这个产品 这样说你们应该有明白 好 OK 那这个方法就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做一个蜜粉定妆就好了 我用的是这个Battery的 透明的蜜粉 如果说皮肤非常干燥的人 就是呢你几乎是不会出油的人 你就是可以直接skip掉这个步骤 你不需要定妆 那混合皮还有油皮都一定要定妆 尤其是你白天会出油和透妆的人 一定要做这个步骤 OK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小方法 我是用了比较慢和比较详细讲解 比较slow down的这个步骤啊 分拆开给你们讲解 其实日常这样画的话非常的快 而且很简单 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 有什么问题再留言给 我们就下周一再见 拜拜 拜拜